这个程式的东西,有些细节,假设你还是听不太懂的话 我们每次上课一样会把影片放在论坛上面 如果你有加进来的话,理论上你就会收到像这样的清单 回去的话,大概就是把影片上会看一下,必须要从头到尾看 你要从头到尾看一看 如果没,你就把它放着,然后有声音 然后有点像洗脑 洗脑,一直洗,久了之后,有些东西慢慢变成好像本来不太会的,慢慢越来越会了 因为像我有一段时间,像前几年,蛮喜欢往日本去跑的 然后那天跟一个朋友聊天,他说他去了16次,日本 我说我比你还多,我再算一下,我再超过20次了 他好像去,他比我认真 我想说我已经很认真,他比我还认真 他有些地方我都没,像四国我想去 但我一直,因为太偏远了 所以有时候去,我就光坐车,时间就耗到太多 我就很懒得去,他都有去 像那些什么南九州,他们宫崎,什么很偏僻的地方,他都去了 所以他去一次,可能他的那个值,可能比我的好很多 因为这样的关系,每次去我就有疑书之汉,就是我的日语能力太差 他们英文能力也很差,你只要跟他讲英文 他们好像整个就不知道怎么样,整个好像被电到一样 就把他躲起来,怎样 像我有一次去某一个车站,用英文问他 他马上,整个人不知道怎么样,突然身上长蟲,然后一直会脱帽,然后鞠躬敬礼,然后跟我说对不起 他一直好像是说我听不懂你的意思,还是怎么样 后来我就不为难他了,我就好,算了,自己用再查一下好了 因为遇到台风,然后他们火车机会上不会误点,刚好就误点,所以只好 后来就下一个决心,想要把日语学好 所以最近的话,蛮努力的人,但我用的方法跟这差不多 洗脑,像我车上我就放,我不是听音乐,我一直放日语 我刚才听不懂教学的MP3 他也是一个同学,一个学生,一个学生他给我的,他知道我要学 他就说老师我有东西,他在日商公司,他说他们规定他们一定要会简单日语 所以他们有那个MP3,然后就每天听,每天听,我刚开始一句都听不懂 直到最近呢,然后又看那个日语,最近越来越有feel了,怎么样 好像他们讲的话,我越来越听得懂吧 当然没有百分之一百,可是我大概应该,我不知道,大概就是那种感觉 我不知道你们知道那种感觉 就跟写程式,道理可能也雷同嘛 因为有些时候真的就是,刚开始也许你会有一段时间可能 不知道到底在做什么,好像懂,但又好像不是完全能够真的懂 到完全能够懂,而且能够听,说,读,写,都能够,那当然是需要很长一段时间 可是,可能我这个人,就是有个特性,就不怕难 就怕说没有东西去学习,这是我痛苦的地方 所以我那时候当兵最痛苦的是,不能看我想看的东西,也不能用电脑 那是我最痛苦的 OK,这题外话,主要是跟各位讲,学习一个新东西需要时间 还要持之以恒,还有好的学习方法 OK,剩下来就是你只要愿意,我想你要学不会,应该也不太可能 OK,而且没有想象中那么困难 那再来的话,反正有问题的话,也可以在YouTube下方可以留言 我觉得YouTube这频道,这平台其实已经算是还蛮好的 影片的这个声音,或者是画面应该也OK 像今天又收到一个国外的留言,他说 他说,老师您好,我看到你油管上的影片 我想突然看到油管,后来我不知道什么叫油管 是不是大陆用语,后来google了一下,油管原来就是YouTube 大陆用语叫油管 一直听人家讲油管,油管是什么,原来是YouTube 那,最后的话呢,我们来看一下 剩一点点时间,我们来看一下就是有关那个Fore回圈 怎么样再把它转,就是如果今天我不要用Fore回圈写的话 那如果要把它改成Fore回圈,该怎么做 第一个加总部分,首先这个地方改成Fore OK,你会发现打Fore回圈就出来了 第二个的话,Fore后面就不是加一个范围,而是加一个条件 什么条件?有点像if后面,什么条件呢? 当I这个词是小于100的话,才帮我累加 OK,所以最大的差别是Fore后面加的是一个逻辑,一个判断的条件 OK,那也就是当他这个条件为True的时候,他就会做这件事情 但是会有两个地方,可能你必须要新增的 第一个的话,你必须在Fore上面跟他讲说 你I的出值是多少?I等于1 Fore回圈它那个range就有出值了,不用加 OK,第一个不一样 第二个是逻辑判断,本来Fore回圈后面是范围 在Fore回圈后面是一个条件 另外还有一个部分,在Fore回圈里面会自动加1 1变2,2变3,3变4 但是会有回圈里面不会自己帮你加1 所以变成怎么样?你必须在加总完之后,后面多一行 让I等于I加1 意思就是说,当I第一次是1 然后你必须要把它加了1变2 存到I,所以I变2了 意思是说Fore回圈它自动会帮你加1 但是画有回圈的I不会自动加1 OK,特别是说,这一行一定要加 如果你没有加的话,它就变成无穷回圈了 为什么?因为I等于1 然后I是不是小于100 4它累加 然后又回来继续判断I还是等于1 然后还是继续 所以它出不来,就变无穷回圈 所以画有回圈比较危险 为什么?因为如果你里面忘了加一个让它改变的一个机制的话 那它就变成绕不出来 就变成一直跑 跑到电脑当机为止 所以画有回圈有一点危险性 如果你假如露掉 如果你现在有无穷违写错的 在下方这边有一个那个 什么Termin rate 就可以让它停下来 你按下去,它程式就停下来 强制停止 OK,这个可能要注意一下 好,那我们来试一下 基本上就是主要有几个地方不一样 1,后面变成条件 2,上面有一个初值 3,你变成说 这边要自己帮它加1 再存回去 OK,所以三个地方不同 也就是说以后 你所有的4回圈通通可以改成坏回圈 就这样改而已 应该可以懂我的意思 只是说,你想说 老师那4回圈比较简单 干嘛改坏回圈 只是说你要知道 两者回圈的差异点在哪里 但是如果将来有一种情况 就是你可能没有出值 也不需要步进 它一直跑,就只要一行 那当然你用坏回圈写是比较OK的 所以主要会感觉 坏回圈比较复杂 是因为我们是用4回圈 比较适合的范例来改 OK,好,那试一下,执行一下 OK,这样应该结果OK 那一样的道理 就是人法表可不可以改 可以啊,怎么改 反正照样嘛 可不可以分开改 可以啊,你可不可以一个while 一个是那个for 可以啊,比如像这个好了 这一行对不对 我们第一个先把它改什么 改一个while 怎么样呢 i,当它进到回圈一定要小于10 对啊,第一个对不对 第二个的话呢 请你把那个i的初值加上去 i等于1 然后呢,你要记得怎么样 在这个回圈里面的最下面一行 多加一个i等于什么呢 i加1 或者这边可以写成i加等于1 也可以 我刚刚讲过,两种写法 这个写法跟另外i加等于1也可以 加等1 i等于i加1跟i加等1 结果是一模一样的 看你习惯来这种写法 OK,好,那 OK之后的话呢 我们把程式执行 看就只能把OK 能不能run呢 就应该 也是OK的,很好 那J可不可以改? J也可以改 改的方法呢 也一模一样 OK,应该可以懂我意思吧 所以这一边呢 主要呢,请各位试试看 就是可以试着把刚刚写过的for围圈 再把它改成这个所谓画围圈 主要就是有三个地方 我再改一个 比如J的话就打一个画围 画围J小于10 然后在它的上面加一个出值 然后在它这个回圈里面的最下面一行 加一个J 加等于1或者J等于J加1 这样就可以了 三个地方 OK,执行 那就大功告成了 那也就是说啦 你会发现 真的还蛮妙的 所以有些地方 我看别人写的书 我明明我习惯写for围圈 但有些人就习惯写坏违圈 他很厉害 全部喔,没有一个for围圈 全部都坏违圈 OK,所以我就说啦 真的 不同的人的思考的逻辑 就会写出不同的程式 那是很正常的 OK,有的人习惯就是用for围圈 有的人他就不知道为什么 就全部都用for围圈 而且也没有写错 这好像蛮厉害的 但可是我自己看 我都觉得 看就觉得怎么不舒服 我的习惯就把它成是 全部都改成for围圈 I run也都可以run 只是说 两边你要懂得 两边的那个转换的 这个原理原则 大概就知道了 那主要画围圈最大的风险就在于什么 你如果没有把它加一 它就会陷入无穷围圈 大概就这个地方 for围圈相对于画围圈 好像还似乎比较安全一点 因为再怎么样 跑完清单 它就离开了 OK,它不会说一直跑不出来 因为这个问题 OK,那画面再还给各位试一下 试一下 所以 那个不同 两个回圈 都要熟悉 不过我是建议 如果你是初学回圈的同学的话 我是建议 你至少就先把for围圈先熟悉一下 因为for围圈至少我觉得 相对安全一些些 而且使用起来 也会相对的机率会比较高 那一样 今天我也把影片再上传 所以细节部分 如果不太清楚 回去可能再看过 OK OK